Leo 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硬家對上薩拉勝的對決 好 那我們先來講硬家人的能力 硬家人的話 一開始有一隻免費的羊駝 那對於前期來說 算是一個小小的加成 但是他也算是老英國裡面 唯一一個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那由於他完全是零加成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可能給他多一隻羊駝 讓他在黑暗時代前期可能會稍微好過一點 但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給到兩隻 比較合理一點 我覺得給一隻有點太長 因為長久看起來 不管是瑪雅還是阿茲 經濟量肯定是比這個硬家還要好的 那硬家的玩法的話也算是比較特別 那稍微講他其他能力 他的城堡時代開始 這個攻擊力跟防護力會影響到村民 那在以前的話是封建時代就會影響 所以以前封建時代的塔弓 硬家人是非常強勢的 而且非常難守 好 那再來講他的老鷹 他老鷹的話可以點金罐 金罐是個織物盾 可以讓老鷹的遠防加2 近防加1 那他可以讓老鷹的這個單位 防禦力升到至5是一面 防禦最高的一個領域 可以說是跑步版的哥德護衛盾 超高跑速版的哥德護衛盾 反正就是非常強 好 再來是槍隊長 槍隊長有點像是步行的 兔曼的草原騎兵 這個草原騎兵就是有一個射程 然後是一個進戰單位 那他的槍隊長就是有這個步兵能力 然後是可以用多一個射程的攻擊 去攻擊敵人 那他這個能力剛說的那個織物盾 對這個槍隊長也是有用的 對槍隊長他對於 箭矢的防禦來說也會蠻好一點的 但其實弓箭數量一多起來的話 或是遇到火槍的話還是擋不太做 那還是出個老鷹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再來講 薩拉聖 薩拉聖的話其實他也是一個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他的如果你要說他的經濟加成的話 那就是他的市集 但這個市集是你要經過買賣才會有一個加成 但這種東西買賣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傷到經濟的 並不是一個加成 而是一個負資產的一個東西 你只要有經過買賣就會有手續費 有手續費你的資產就會下降 所以有人說薩拉聖的經濟加成就是市場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讓我 訝異啊 怎麼會覺得 這個買賣這件事情是經濟加成 所以我覺得蠻奇怪的 好 再來講 他那個市場 那個費用非常非常便宜 直接給你撿100木頭 那就是 我記得是180木嘛 那你只要蓋下去之後 只要80木還75木而已 價格非常非常便宜 比你蓋一個伐木場還要便宜 那個市場 所以以前 封建時代的時候有個打仿 20匹上封建然後馬上蓋市井 然後10個人挖金 然後全部靠買賣 然後去除冰這樣子 然後農田也不殺 這是一個以前 有一段時間 可是好像過一兩個月之後這個打法 薩拉聖的打法就消失滅跡了 大概還是回歸正常打法 我覺得那個戰術蠻特別的 配置也蠻極限的 那這裡是老人講古啦 那現在沒有 比較不少看到 我們就繼續提這個話題了 好 那再來講薩拉斯那個文明 他的駱駝 血量是最多的一個文明 他的駱駝血量可以加 本身就已經加10滴了 那他可以再配上他的銀罐 那就是狂熱這個能力 可以讓駱駝血量再加20滴血 那血量只會飛奔喔 讓他的血量變成這個駱駝 遊戲裡面最高血量的一個文明 好那這邊硬駝 直接打一個二棒棒加老硬的開局 那通常會打棒棒開局的一個打法 通常是因為自己加的地圖太爛了 我們稍後來講一下硬駝的地圖好了 硬駝的地圖他的石跟金都在後面 雖然是不錯的 但是都是開闊地形 最重要的是他的墓區 只有這一塊跟這一塊 基本上這兩塊還有這一塊 這一塊有點遠 我們不算 所以這兩塊只要被控制的話 基本上還是斷木了 來看一下左邊喔 左邊是超級開闊平原 那這個情況下 一定要去打這個棒棒喔 不打棒棒的話 把對手的兵 混在家裡 去做這個防守 他快來騷擾的話 硬駝可能會很難守住喔 那通常 棒棒打出去之後 家裡就要開始慢慢圍 但由於硬駝這邊 看起來怎麼圍都蠻難圍的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 不圍的機率是更高一點 不然就是小圍一下 這裡圍一下 這裡圍一下 小小圍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圍 他都需要耗費大量能力成本 去換這個防守 所以我覺得他打一個強軍是更有可能的 打強軍是把對方壓在家裡 然後讓他沒辦法過來做騷擾 這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不然就是趕快上城堡時代 到處插TC 直接用TC防守 也是個選擇 那這個選擇方面就是 每個玩家要去思考 你黑暗時代要打什麼 或你時代要打什麼 城堡你有什麼 果決的東西要去做處理 好 那這邊硬駝直接 欸 這邊抓到一隻村民喔 別讓他跑出這個果樹的範圍外 那這邊就少一個果樹村民 要讓這個薩拉森的手術 需要再更多一點 那這邊薩拉森有明顯被騷擾到一點點的感覺 他這邊是先蓋一下射箭場 然後出小弓 優先想要反擊 但是這邊 硬駝出了更多的黑暗棒棒喔 哇 這已經出了四棒棒 他還點下了這個裝甲升級 好 但是對手薩拉森也不甘失落 你打棒棒 那就代表你家真的很爛 趕快來弄 好 抓一下這個射箭場的 欸還沒有蓋完 再蓋一下其實就蓋完了 好但是蓋完之後 這邊村民會被卡死嗎 有機會 但是到TC了 也差一點點 好那看一下正面 正面這邊 裝甲把這個木槍給打爆了 讓這邊果樹村民回家了 好那家裡這邊 欸這邊 裝甲沒空好會受光 哎呀剩下兩隻啊 兩隻殘血的 一直滿血的裝甲 就這樣子殺傷力就會大幅減弱了 基本上可以用村民 就可以化解掉這一波裝甲了 好 那看一下 薩拉森這邊棒棒 好像也沒打到什麼東西的感覺 那這邊薩拉森 要趕快去抓這個木區喔 他的木區是真的很爛 好 木區這邊圍一下 圍一下圍一下 全部圍死 那這裡的話也是要趕快圍 那這邊的話 要不要找我的村民趕快跑出去 或是趕快把這裡圍死 好 那這邊看一下這邊怎麼拆 這邊拆很快 老鷹抓到一隻弓兵 有機會收掉嗎 有機會喔 這個老鷹打弓兵 效果很好 因為防禦非常的高 好 這邊硬加 也出了小弓 小弓直接沒有空 然後從打架直接收掉一隻小弓 哇 鑽爛了 直接爆打小弓 太兇狠了 直接在收 欸欸欸欸欸 差點被收掉一隻 前期一隻小弓是很重要的 這所謂的擊殺城塔 那是小弓千萬不能亂送的 弓兵系絕對不能亂送的 好 那這裡看起來 還是要圍到底 那如果圍到底的話 就只有這兩塊木區了 還是很能受 如果是我的話 我比較喜歡圍到這個地方 回過來 回過來 好 那因為今天喔 因為這個已經是新版本 因為我們CD果已經改版了 那這個模組失效 現在他樹都變大樹了 這個小樹模組 我要再去重訓安裝一下 那最近比較忙一點 昨天拍片的時候 也是拍了二十幾部 還沒拍到一部 比較精彩 那今天這一部看起來不錯 那就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場比賽 好 那兩邊 都還沒有點下這個一級射 但是硬家這邊在研發中了 那感覺上薩拉森這邊 沒有要做一個強攻喔 而是要做一個防守 然後反擊而已 並沒有做一個主要騷擾的想法 在的感覺 那肉量來說的話 薩拉森感覺是可以存音波弱 然後上這個城堡世代的 但是我覺得薩拉森 你都已經玩薩拉森了 那為什麼不多挖點村米去挖黃金呢 挖點村米去挖黃金 然後靠買賣買肉上去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把這個薩拉森的特性達到極限 好 那這裡有隻天空熊在追三隻小弓 天空熊表示 哎呀 躺在地上抽了 天空熊 天空熊又再度倒地了 好 那這邊薩拉森沒有打算要果斷上層 而是要先點一個一級射 還是要防守一下 但我覺得他都已經維持了一個狀況了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直接上這個 上層 因為其實對手他也知道他家裡的狀況很差 所以 我在想啦 薩拉森有可能覺得知道對手的狀況地圖很差 所以會打一個強勾 所以並沒有那麼果斷的直接上 城堡時代 而是點下來一級射之後才再去點這個城堡時代 好 那這邊薩拉森還是靠了買賣 賣掉了石頭 換了黃金 然後黃金拿去買個肉 然後要來上這個城堡時代了 終究還是要靠買賣的 好 那這邊硬家也是喔 買賣一波 然後也要上城堡時代了 好 那這個明顯看起來 薩拉森是沒有出太多病的狀況 所以可以優先上這個城堡時代 但是正面上來說的話很容易就打輸了 然後這邊控的還不錯 先把弓兵拉走 然後用戰矛去反制對方戰矛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操作 雖然還是被投掉了一隻小弓 這一波看起來是硬家的大獲全勝 好 硬家這邊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然後馬上點下這個一擊農田 好 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邊要怎麼進攻喔 好 看一下這邊過來 應該也是打不到東西 沒意外的話 好 那這邊薩拉森點下品種 這個點品種是要打騎士的意思嗎 這個比較可能打騎士喔 因為 雖然我們剛剛前面說到薩拉森 這個文明駱駝血量很多 但是城堡時代出血喔 打騎士還是比較強勢一點 好 那確實出騎士了 因為騎士打這個戰矛阿 或是老鷹喔 會比較有力一點 因為基本傷害比較高 防禦也是有的 基本上你攻防都不點喔 騎士城堡出血一出來 就是能做到事情 直接就變成極戰力 好 那這邊馬就殘案裡面喔 讓對手完全沒有預測到 那這邊戰矛可能會全速死光喔 原來印加這邊 可能原本猜測對方是打小弓 所以這邊有先升級 工兵那些的 但是 完全沒有預料到 裡面是藏了兩個馬就阿 這邊戰矛升級 雖然戰矛是一定要升級的 但工兵升級這件事情 可能就是要打戰矛加小弓的壓制 但說不知出了這個騎士之後 這個效果就會比較差一點 好 但是後面有奴兵的話 這個戰矛就會解救了 好 那問題又回到薩拉森身上 薩拉森這邊沒有點下防禦喔 騎士還是一個原裝進口 只有點了異防 那有異防的話 其實效果還是可以的 因為對手的奴兵現在還不是很大 現在上去包的話還有機會 自己的奴兵數量也有7隻左右 但對方的戰矛數量也是有 那這邊兩邊的薩拉森會變得極為重要 這波前騎交戰 會打成什麼樣子 先加速一下看一下怎麼打 好 兩邊都是單TC 上城堡都在暴兵 沒有要做一個暴經濟的動作 而是一個穩扎穩打的 先出強軍事壓制對手 好 騎士壓了過來 但是後面的工兵已經會合了 很危險 這個鷹上可能會送光 因為對方剛剛是高地 好 老鷹過來後面想要弄一下 結果沒有點防禦 直接送光 連升級都沒升 鷹刺猴瞬間倒地 好 那來到這個硬家的畫面 硬家之間墓區非常危險 兩塊墓區 唯一的墓區被弄到的話 就死路一條了 所以硬家的兵都會重兵 防守在這個墓區 防守一下 好 那這邊看到的兵已經過來了 攻兵回來救一下 好 那這邊沒有彈道血 所以這個設的騎士有夠歪 超級歪 超級歪 好 那這邊點下了跑速 哇 這個薩拉森 打一個馬國全跑速 血量什麼都點了 那只差二防 哇 一講完就點二防 好 二防點下之後 那薩拉森的目標就很明確了 那就是要繼續打這個騎士了 沒有再跟你中途打什麼工兵或戰矛 那你就出個頭車或是奴炮 還打一下對手的工兵組合 好 那硬家點下了 輪走技術之後 點下彈道血 那以目前階段來說 點下這個邪殼技 我覺得蠻重要的 輪走一點下之後 薩拉森沒有點下 經濟就會時間 越來越長 就會有差距越大的一個狀況 但是這邊現在騎士又二防了 很硬 騎士可難收得掉 這麼大量騎士 哎呀 騎士直接貼了上來硬砍 好 那這邊有一些的 工兵已經開始被打到一些殘血 然後後面的工兵持續跟上 但是後面的頭車是跟不上 但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現在上了高地 高地打之後這個騎士會很痛 哇 又是千火熊跑過來 臭人啊 千火熊表示算我一份 打群架算我一份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人 五六年前的鱸屎梗 看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奴隸組嘛 大家都知道 以前打 又是老人講谷 算了 不講了 不講了 好 好 那這邊 木牆 木牆過來這邊應該是會打很快的 但這邊工兵沒有解掉 還是個內憂在的 薩拉森可能要去想辦法 去掌握一下對手的工兵的 行動位置比較好 好 那這邊蓋一下TC之後 還是要用TC防守一下自己的支援點 這個石頭區跟木頭區 那現在木頭區也有個被控了 只剩這個最後一塊木頭 這裡總共有26存喔 即使所有的村民都村了 那還有九隻村民會離露罩在一面 非常非常危險 雖然靠TC防守也是可以的 但這是需要付出一點小小的代價的 好 那這邊小小的騎兵過來 想要直接硬抓了嗎 7隻工兵 好像有機會喔 6隻騎兵直接硬上來抓上高地 先抓掉前面殘血的奴兵之後 奴兵實際數量只剩下4隻 4隻奴兵的話 根本打不贏這麼大量的騎士 總共有6隻騎士 6隻騎士直接硬貼 他應該是沒救了不用看了 好 這邊持續再吃 好 留下4隻騎士 收掉全部的工兵跟斬毛 好 那這邊頭車會互換嗎 感覺會 欸欸 走掉 欸 有沒有互換掉 這邊沒有選擇性的一個 直接強制頭子 踢地板 沒有踢地板 那這邊騎士過來有點難收掉 因為這邊前面都是殘血的 哇 可能要受光了嗎 一滴 喔唷 這個有彈道血啊 好穩 轉刀也不行 好 那這邊頭車E就在這邊給壓力 大量騎士又過來 TT向小硬打嗎 但是這邊有大量的奴兵跟TT的射箭喔 騎士硬身 倒地 4隻滿血騎士只剩下3隻 1隻還是殘血 所以這個還是不能硬衝喔 哇 硬家這個土真的是巨爛的 我怕導入型態就崩潰了 雖然我還是也會像他這樣子 突然沒有拖到黃金 因為這裡喔 肯定會出大事了 因為敵人都壓在你門口 這個不趕快處理的話 隨時真的會出大事了 那騎士又越多的情況下 欸唷 這個回頭再砸一下 是有機會砸掉一坨毒公兵的喔 對 還是要拉一下 不能硬點這個頭車 有風險的事情盡量就不要去做 或者是不管在什麼情況下 人生則選 什麼 千萬不要蠕蟎形式 會比較 只要留給自己一條 厚 有這個差點換掉欸 好險他有洞 再來一波 偷走 哇 哇 哇 差一點 可是生旅倒地啦 他這一波頭的很極限 哇 再來頭車已經是 MVP等級了 頭車再來頭一下頭車 我控的好 這個極限投 踢地板 然後投了之後馬上往下拉 一台投車換到了超多東西 一個生旅 然後一台投車 兩個生旅直接招響起來 但是往後拉了 找不到 這邊進攻還是非常兇猛 但是家裡的硬家的奴兵已經出門了 偷偷 潛行的出去 然後這邊牧區完全挖光了 直接大清洗 到左邊這塊牧區要來挖牧 那這邊奴兵過來看到非常多的村民在這裡 這邊是有TC在的 可能打不到太多東西 正面投石側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家裡的壓力也是越來越大 那這邊硬家要怎麼處家裡比較好呢 這邊打進去的話 家裡有什麼東西可以打嗎 其實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打 因為他的TC村民都在兩處 就算進去了也只能設著農田 TC附近的農田的村民而已 這邊有點送一些單位 但正面的壓力還是很大 騎士數量其實蠻多有9隻 後面還有幾隻生旅可以做招響 這邊三台投車直接硬拆TC 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 這邊投車直接拆掉一台 看能不能趕快再投一台 直接往後拉 但沒辦法這邊生旅過來先招響 生旅瞬間一身倒地 目前只有遭到一隻生 一隻騎士喔 有點小虧 騎士直接硬上 大量村民跑到TC底下 但TC直接容量20個村民 沒有是15個村民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TC是15個村民 我一直繼承20個 好 這邊出了投車 BK已經蓋好投車過來防 比一下自行 再收一下村民 這個操作很忙喔 要躲投車要再收村民 這邊再壓個BK在前線 讓這個BK壓力更大一點 火車繼續炸 哪裡能守得住嗎 硬家 硬家看起來很極限 欸 這邊 這邊 這邊要被堵死了嗎 沒有 再走再走 完蛋完蛋完蛋 出得去嗎 出得去嗎 要回頭嗎 倒一大堆 炸一把 火車的血量很快沒了 能預判到嗎 要被點掉了 唉呀 被點掉了 有點可惜 這波操作的控制很極致喔 下面這邊只要用村民玩game 但是後面有工兵喔 還有聖旅騎士什麼都有 很危險 好 第二台投車過來 沒砸到 沒有預判這個位置 這個有點預判有點困難 要往前貼嗎 直接高地打滴滴 直接收掉投車 有點困難 還在秀 先收村民 再收投車 唉唷 預判到了 預判到一點點 然後這邊繼續點村民 沒有先點這個 投車 這個 心態崩了 唉唷 再收一層 唉唷 這個弓箭歪啦 不然這一層就要倒了 好 那BK蓋好之後 可以前線生產這個投車之後 這個PC可能就有點難手 好 投車過來嘗試 踢一下地板 沒踢到 好 目前喔 看他兩邊的村民 是硬壓指落後大約10村而已喔 這個時候的10村 雖然要所影響大也是大 但我覺得 並不是一個非常致命的問題 現在問題是這個投車 軍堂要怎麼解決 唉唷 這一坨很痛 哇 這一坨又死了一堆工兵喔 這樣這個騎士會有點難打 可能血量快很慢 好 那這個投車 一在這邊 唉唷 要送了嗎 看起來是要送了 再來一發 咻咻咻咻 唉唷 一滴 哇 他沒有回投車 砸一下的話就不會死咧 這個投車 這樣可能工兵怪 大概下一次會爆開喔 好 那這邊點一下 優先點這個生率 先把生率點光 唉唷 這個投車出來直接硬砸 太狠了 好 直接貼近 讓這個投車沒辦法攻擊這個最小距離 那這個工兵是安全的 好 那剩下的工兵就可以解掉這一波進攻 那目前薩拉森的攻勢 看起來已經被硬家化解掉了 那硬家那一坨的工兵喔 確實也讓薩拉森 花了蠻多資源去處理他的 那也被殺到一些村民喔 其實以KD值來說 硬家這邊進攻勢殺到更多村民喔 總共薩拉森是八村啊 那薩拉森這邊是 只是殺了八村而已喔 這個差距還是蠻大的 好 硬家一個前置堡 要來守這塊金礦跟石頭區 但是石頭區可能守得太到 因為有點在這個射城外 金礦的話應該是沒問題的 但還是有點風險 這邊村民喔 這邊工兵直接射這個金礦也是可以的 但問題不大 問題是 現在硬家帝王時代要打什麼呢 對面打一個奇兵狀況 是不是要打這個槍隊長啊 還是要來打這個疾兵喔 所以我覺得打疾兵沒什麼太大意義 打這個槍隊長比較香 好 喔唷 沒死 村民直接完結 哎呀被頭死一村 頭車過來 沒有先頭沒空好 頭車兩台送光 城堡還是蓋起來沒問題 好 城堡蓋起來之後 好 這個石頭要不要來挖一下 欸這個頭車一出來也要被送掉了 哇 這個 大聲頭車沒空 瞬間擺給三台頭車 好 帶一台頭車出來 直接開閘 但是這個衝車沒在動 能頂到嗎 頂到一下 就能搞地頭死車 繼續追繼續追 來來來 卡他卡他 但是這個衝車跑速有點慢 還在追 聰明直接拿刀 直接開戳 這畫面有點 有點微妙 聰明要直接手撕頭車嗎 哇 很像 哇 沒頭 連最後一把頭死車都沒頭出去了 看來這個薩爾森在前線很老 欸 那印加這邊轉出了槍隊長 槍隊長打這個騎士喔 就非常給力了 好 那目前薩爾森的騎兵優勢是駱駝 血量會比較多 但是這邊出駱駝沒有太大意義 這邊印加是五馬 五馬國 都是步兵喔 五馬 步兵 五馬跟步兵 你們懂的 就是那個五馬跟步兵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步兵片 那步兵加上工兵的組合 那就是印加的一個完全體的進攻方式喔 欸 那左邊這邊想要來幹嘛 壞壞蓋城堡 這什麼意思 哇 直接護蓋堡 好 更大量的戰毛過來想要來阻止蓋城堡 然後這邊生離遭翔 想要阻止對方蓋城堡 讓村民不要被遭遇一下就往後拉 有點勸退的概念 這邊城堡蓋起來 首都這塊農田跟TEC 還有這邊的墓區還有石堡 那這個城堡蓋的架子也算不錯 但家裡正面進攻殺了非常非常多的村民 並加殺敵樹已經到三四村了 哇 三四五三十六 還在殺還在殺 哇 損失非常慘重 那兩邊都已經上到地龍時代了 那基本上這個村民被殺幾次 好像也可以馬上快補得起來 但是這邊被鬧得有點慘喔 這塊農田農民全部都被處決掉啦 哎呀 投車過來也要送掉了 只能投到一村 唉唷 這邊還逼了 一下地 喔 又躲到猴死車 很猛 好 那個問題是 這邊投車還要再繼續出嗎 要出騎士嗎 沙拉森要怎麼打呢 沙拉森的問題是 騎士是不能升級的喔 他的騎士只有騎士 不能升到重裝的 所以這個騎士就只能這樣子 那遇到這個強奴跟戰矛組合 看來沙拉森還是要打一個戰矛會比較好 實際上戰矛去解是最適當一點 比較不會花這麼多支援 但是由於他走的是一個騎兵路線 弓邊的防禦也沒有升 那三級射也才剛好 這樣打起來可能會有點稍微無力喔 而且BUFF也沒點好 而且這邊是高地打低地 但是搭上騎士的COVER的話 應該勉強可以打贏 好 那騎士直接硬上 直接開敲 敲完這邊的封兵應該怎麼有什麼問題 好 正面大軍又在壓近 後面有一些強隊長的HOME COVER 看這個巨頭有點太過囂張喔 等一隻騎士就收了掉了 因為旁邊完全沒有任何的駐軍防守 那這邊感覺有點風向有點變了 突然硬加硬得起來的感覺 那這邊好幾次都被打 打到有點慘阿 這邊農田喔 村民一直沒辦法去種田 然後村民一直被殺 要花更多的TC的食物的肉量 去換取村民的資源 那經濟來說 薩拉森是蠻慘的 雖然要底下手推撐 那硬加這者是沒有點手推撐 那沒有手推撐的話 經濟還是慘一點 欸 這個沒有踢地板 所以砸不到 好 這邊直接開砸 分兩隊 這個可能被砸 欸 還好沒有 好 直接收掉一隻騎士 騎士打這個戰盲 還是相當給力的 但是沒有三級防 如果點這個三級防的話 打戰盲會更好一點 好 大量的奴兵 先跟槍隊長 陸陸續續的走出來了 開始點下防禦 靈甲 靈甲跟板甲點下之後 槍隊長的攻擊跟防禦能力 就能更突進一點了 好 家裡的戰毛全部用戰毛擠掉 好 那護衛技術也點了 護衛技術點下之後 槍隊長的跑速 就足飛猛進了 那看一下哪時候點這個 滋物盾 可能這個槍隊長 更防禦更高一點 但我覺得應該要先點這個 金瑞 金瑞也是要找個時間點 但我怎麼覺得這個城堡 掉了這個薩爾森就要投降 好像槍隊長來不及出來 看起來蠻絕望的 這邊還有更多的戰毛 在右邊進行突襲 那家裡的戰毛的數量似乎不夠多 這邊槍隊長直接走了進來 沒空好 喔 好險 及時拉回去 停損停損 這邊戰毛大量開始丟村民 這邊這個衝突用村民來打 不然這個戰毛怎麼打都是一滴 好投車 哇靠這個巨頭已經來到四台 這個要上一人來修這個城堡 才修得回來喔 但是他這邊殺生石頭是不夠的 用砲買賣的方式買一點石頭 好把這個城堡修了回來 不然這個城堡一掉 基本上中心就被屠入 然後就會打出去去了 這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好槍隊長直接上來硬點 這裡的火炮 火炮趕快往後撤 火炮需要一點工兵來cover一下槍隊長 好怕喔這個火炮喔 可是槍隊長 完蛋完蛋 沒錯 但是槍隊長還是很害怕這個弓箭的喔 沒有植物盾 情況下喔 還是蠻痛的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說的喔 槍隊長還是蠻怕工兵跟火槍的 雖然他的防御有刻畫 但是被射到還是蠻痛的 但基本上遠防是0 所以不管再怎麼點遠防也才6 大量的工兵 直接集火的話 槍隊長還是會承受不住 然後那薩拉森點出了大量的奴兵之後 這一波感覺是能守得住了 但是這個城堡能繼續守住嗎 再繼續買一些石頭 但是看起來 硬大的城堡會先掉 沒錯 掉了之後火炮就有安全出出的空間了 火炮趕快先砸掉一台 火炮 火炮這裡有一台 這裡有一台 鎚在這裡 鎚一砸鎚一砸 殘血趕快跑 這3T喔 這個火炮趕快跑 好那這一波薩拉森守得很不錯啊 直接硬扛起來 這邊喔 修城堡這個戰術相當成功 雖然後備了大量黃金去換取石頭 但是這是必要的一個 C升喔 支援心升 不然這個城堡掉了 殺身打擊劇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高了 這個城堡也會解不掉 因為沒有城堡之後 巨頭全部沒有被這個城堡卡不住 巨頭以下就守不住 火炮的話也能被直接換光 好那硬家這邊被 瞬間被壓制之後 要繼續出這個槍隊長嗎 感覺還是要出一下 槍隊長打這個肉嘛 蠻好用的 雖然要黃金喔這個槍隊長 但沒有精銳的槍隊長也沒有支霧盾 感覺對上薩拉森這個組合會有點危險 感覺要混點老鷹耶 但現在硬家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出老鷹嗎 這也是蠻硬的疑問的 好右邊這邊看起來這邊偷蓋軍被抓包 側面騎士硬砍 可是槍隊長打這個馬喔 很痛 大概四槍就可以戳死一隻肉嘛 好這邊槍隊長直接硬戳巨型頭司機 能戳掉嗎 有點困難的感覺 最多再一台 再戳掉一台就賺爛了 哇沒辦法拆一點 好更多槍隊長走了出來 看來還是要繼續戳槍隊長 隊長直接硬戳 大概五下左右 就可以戳十一隻肉嘛 傷害大概一槍十滴左右 十五滴左右 還是蠻高的喔這個傷害 好那硬家這邊轉出一些老鷹 精銳英勇士點下了 好那有這個英勇士的話 打這個戰矛會比較輕鬆一點 雖然戰矛還是可以用戰矛去換 但是有老鷹的話更能壓制一下對手 畢竟老鷹的工坊也不用升了 只要升級科技 這個工坊都已經升完了 一出來老鷹就是完全體 要去招擾對手家也是蠻方便的 槍隊長的最大問題就是跑得慢 大量的肉馬過來直接硬點巨型頭石機 村民要來修一下 有有有在修有在修 OK 血量慢慢拉了回來 大量的村民在挖死了 完全無動無動也沒收村 只靠槍隊長 跟戰某的攻擊力去壓制對手的肉馬 這邊巨型頭石機架起來 要繼續踩一個TG了 好大量的肉馬直接上來 跟槍隊長硬打槍隊長的攻擊力非常非常高 瞬間換掉了非常多的肉馬 肉馬硬身倒地 前線崩壞 只剩下戰矛了 那戰矛的話被槍隊長摧也是蠻痛的 但是槍隊長已經全速倒地了 硬家又回到只剩下戰矛的狀況 那上面有兩台巨型頭石機架了起來 但是有可能會被村民收掉 這邊大量的老鷹突然跑了出來 右邊這個戰局能守住嗎 戰局有點困難喔 槍隊長又抖了出來 要不要硬點 哇沒在扣 好老鷹直接硬打 好遠防8的老鷹 再點上這個植物盾的話 遠防就已經死了 非常高 那植物盾的話到現在還沒有點 蠻奇怪的 再點個植物盾的話 那對方強弩怎麼射都只可以有異地了 非常癢 好那薩爾山中英把這個肉馬分級為這個大肉馬 封牙利 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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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但這邊老鷹要怎麼處理呢 老鷹的話煞車很難處理喔 不是用這個 劍勇喔 就是用這個奴隸兵 但奴隸兵的話 射速又沒那麼快 攻擊速度不快 射龍被這個步兵貼上 就是損失慘重 那這個問題非常糟糕 槍隊長也進來直接硬戳 哇 損失肉馬非常非常快 大量的槍隊長攻速很快 直接戳光了大量的近戰單位 那這邊站好硬點 這些槍隊長效果也不是很好 因為這邊有一些混老鷹 打到老鷹的時候 這個效果就非常非常差 完蛋 直接正面崩壞 到處著火 打出了GG 這個太慘了 薩拉森真的太慘了 打老鷹真的很難打 薩拉森 他打老鷹的方式實在是很少 他只能選擇劍勇 那如果他打劍勇的話 又有一個問題 那打劍勇的話 對於槍隊長又不好打 因為槍隊長其實是蠻counter步兵的 就對劍勇來說的話 大量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集火掉很大量的劍勇 所以不管怎麼打薩拉森 這邊只要遇到硬家狂出老鷹的狀況 就很容易會守不住 因為出騎士也打不贏 騎士的話 都會被槍隊長戳爛 遇到老鷹的話 你出這個駱駝兵也打不太動 攻擊又稍微低了一點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是 木頭是硬家 這邊有小聲一點 但兩邊經濟都好像是蠻慘的 因為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那強攻的部分 薩拉森這邊強攻硬家 那硬家也有傷到一點小小的經濟 有一段時間 聰明都一直躲在TC裡面 在防守那邊下放TC 因為導致這邊經濟 並沒有突飛猛進的成長 而且手推側也沒有點下 所以打到終局的時候 其實經濟量 是跟對手薩拉森差不多的 那薩拉森這邊的問題 是沒有歧視的關係 非常耗費大量的食物去出這個肉 導致他其他的科技比較難爬一點 或是轉兵都有困難 所以導致後面這邊轉兵 變成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